记者今天从省农美了解到 全省水稻目前苗情长势良好 岁数充足 精感健壮 全年粮食连续9年增产 实现在往 要想尽快的将封产的成果抓到手里面呢 最主要的是要倚靠机械化的力量 我现在就是在华安市洪泽县的 祥发农机专业合作社 在这里啊 虽然距离当地的大规模开连呢 还有十多天的时间 但是您可以看到 包括像接杆粉碎机 还有联合收割机等各种各样的农用机械呢 是都已经准备停荡 而前期的各项的检测维修等准备工作呢 也是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 在洪泽县三河镇的粮食风产示范坊 一如记者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金色海洋 秋风俘获 盗浪翻腾 处处都是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 重量大户梁家强告诉记者 青棉自家的水稻用的都是稽叉秧 和以往使用的直播稻相比 碎粒数和出米率都有提高 风产风收几乎已成定局 平均这个餐粮应该比去年高大年末 整年收入年末都怪兴 今天这个收成了 整个两河再长相了 今天汉莫衣 一共那是 年末独裁桌子的农用机械产举的大忙 把各项从美工厂 组作组重分 让所有的农机都能以最好的状态 而是只要是 最不经的奋战的秋风衣 在这一段时间内 实行呢 哭哩鬼哒 在连云港 一百多只农机维修小分队活跃在田间地头 查找故障隐患 保障机器运转 扬州提前半月开始筹措苍荣 近日起将面向农民敞开收粮 在泰州 今年秋凉预计上市将超过20亿斤 该市已做好资金测算和供应安排 稳定收购价格保障农民利益 在苏南连片的稻田已经散发出浓郁的芳香 在长洲 水稻两种覆盖率在今年达到99% 平均亩产有望再创全省记录 在苏州 全市水稻种植面积达到123万亩 预计母产在600公斤左右 相比去年略有增加 记者从省农委了解到 全省淮北的早稻品种目前开始零星收割 晚稻大规模收获将在10天后 由北向南陆续展开 全省秋凉呈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趋势 针对晚稻进入灌江后期 而近期温差较大的气候特点 农业专家提醒农户 要格外注意病害防治和田间管理 不要荡水枯早 让田间的土壤失灵 确保他这个羊根保业 是后期这个灌江冲舍 这个冲舟 那么提高清理